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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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台电脑油气途中不翼而飞 记者多方联络 终于物归原主 来看今天的新闻 最近几年呢 我省开始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升级 好多小区都是旧貌换新年 居民们的幸福感也是随之提升了 那最近呢 长春市智农大街附近的一些居民楼就进入到了改造阶段 那么这些呢 都是老小区 因为年久失修呢 出现了配套设施老化 排水管道堵塞等等问题 那本次改造呢 不仅会对这些问题进行处理 也将会对园区的环境进行改善 记者的位置呢 是长春市智农大街一气家园小区B区石洞 那这个小区呢 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 由于年代久远 配套设施不齐全 那这个小区的地面呢 已经出现了路面坑洼 排水管线 堵塞 墙皮脱落等情况 那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呢 不断加速呢 像这样的老旧小区的环境也正在发生蜕变 这楼得有20多年了 现在民生改造嘛 居民是不是环境也提高了 那肯定是啊 你这出来之后不见原先了 现在这铺盘板油都亮晃走到干净的 挺好的 挺满意的 环境更好 我们很高兴 据了解呢 本次改造的内容呢 包括建设改造 道路提升改造和绿化美化 小区景观和量化提升 以及新增的便民服务设施等等 2021年9月1日开始施工 具体施工有土间旧改 电气 园林 老旧小区的雨污水是混流的 进行雨污分流的改造 污水正常排放到那个市政的主的污水管线里头 雨水会回收利用 预计在2022年的10月31日军工 不仅仅是一期嘉义园小区B区的10栋 那同步改造的呢 还包括50街区的22栋 50B街区14至34栋 51街区的26至30栋 那总占地面积呢 是在76469.08平方米 区域内地上建筑27栋 总建筑面积15.42万平方米 涉及的居民呢 有1776故 那改造完成后呢 小区的院落将穿上新衣 空气将更加清新 也更加的移居了 那这也是让老居民乐享了新生活 这是守望都市记者白根宇峰为您发回的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 为了有效的防范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 营造畅安疏美的出行环境 近期呢 长城市交通运输部门开展了 打击侵害公路路产路权违法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 今天上午呢 执法人员就来到了国道隆东县核心段 对沿线侵害路产路权违法行为进行了集中整治 并监督拆除了一处违法广告牌 近日 长城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九大队 经过巡查发现 国道隆东县核心段沿线两侧 有三处未经交通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设立的非公路标志 7月22日 执法部门对发现的几处侵害路产路权的违法行为 进行了集中整治 经过前期对该广告产员人的询问 以及现场确认 承认没有经过交通运输部门审批属于私自设立 对此行为 交通运输执法九大队 对其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现给你单位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请立即予以改正 之前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不让不让设 那宣传力度比较大 所以我们做的这个广告措施 这块我们也认识到了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 所以我们现在就拆除这个牌的 当天在执法人员监督下 陷害路产路权责任人已经自行完成对广告牌的拆除工作 首昂都市 长汉 广微报道 再有几天 这个第19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 就要接近尾声了 想要买车的朋友可一定要抓紧时间 赶紧到展会现场去看一看 那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汽车行业品牌展会之一 本届汽博会会有诸多的亮点 带给汽车爱好者们无数的惊喜 那下面我们就来细数一下 亮点一 新能源汽车第一次成为爆点 根据国内汽车行业大数据显示 2022年1至6月份 国内新能源侠义乘用车销量224.7万辆 同比增长122.4% 在本届汽博会上 共吸引了十余个新能源品牌参展 展出的新能源汽车近200台 是汽博会新能源车型占比最高的一届 咱们身后这款车是上汽奥迪的Q5 纯电动 叫Q5一创 两区的车型是7座 四区的车型是6个座的 这次车展发现 大家对新能源的车 问的会比油车可能要多了 新能源的车也比较符合 大家当下的一个用车情况吧 亮点二 房车加露营 第一次在汽博会上组合展示 在室外的汽车民宿展区和房车展区 云集了众多的知名民宿品牌 大通房车 宇通房车 瑞福房车等品牌房车 也纷纷亮相 越来越多的市民在家用车之外选购房车 一方面可以感受全新的户外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旅游 美食 户外运动等产业的发展 六点三 A级展台占比达80% 创汽博会历史之岁 近几年长春汽博会在档次规模 半展水平和品牌效益上逐年提高 今年A级展台首次占比达到80% 象征着长春汽博会正在向世界一流车展迈进 像我们也是推出了很多的活动政策 包括车厂的优惠 以及车厂的装饰礼包 包括到场的话 我们准备了礼品都可以领取 平均每天的销量也都是在百台以上 我们的宝马品牌一定会继续支持咱们长春汽博会 包括支持长春的发展 我们也会推出更多的优惠政策 除此之外 掌上汽博 云端汽博等 也是本次展会的亮点 市民朋友们如果对钟爱的车型感兴趣 可以抓紧最后几天到汽博会走一走 看一看 相信会有不小的收获 守王都市 王露 徐震报道 随着城市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快速路高架桥开始施工建设 让我们的出行也是更加的方便快捷 最近在长春市 大家出行又多了一条新道路 就是北湖科技开发区滨河路 与丽望大街握手连接了 目前 滨河路已经全面通车了 这也就意味着 长春新区北湖科技开发区 连通长春主城区 又开辟了一条重要的路径 现在记者所在位置是滨河路 近日 长春新区北湖科技开发区 滨河路与二道区丽望大街斜拉桥连接贯通 这也意味着长春新区北湖科技开发区 连通长春主城区 又开辟了一条重要路径 今年五月中旬根据一通河建设 这条路全面开始启动 开始施工 到六月三日号 整个路面我们已经全都是贯通完毕 这条路现在整个的道路施工已经完毕了 道路的标志标线标牌都已经完毕了 现在只差路灯 正在我们紧多密度的施工 预计大概有半个月时间 路灯都施工完毕了 据了解 滨河路是一通河北北段综合治理工程的 重要节点工程 北起北湖科技开发区 祥北街 上跨长春新区北湖大桥 南至二道区 力望大街斜拉桥 全线按城市次干道标准设计 铺设沥清路面 双向两车道 路宽11米 全长3.6公里 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 排水工程 路灯工程 交通工程 绿化工程等 以前没有这条路的时候 老百姓第一从二道区进入一桶河和北湖公园 得需要从北湖大桥和龙泉广场绕行 这样现在这条路打通以后 整个二道区的老百姓来北湖来一桶河旅游参观 就比较方便便捷 工作人员介绍 该节点的完成标志着长春新区交通网络的进一步完善 减轻改善了北远的大街交通压力 为周边企业和居民出行提供了便利 我家住在立望大街 在二道那边 然后天天上班是在北湖 以前我们必须得从东欢城 然后绕到远的大街 东部快速路 然后龙泉广场才能走 现在有这条路我们方便多了 上班时间减少了一半多 特别好 是网都市报道 一起奔腾B70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飞客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吉利省分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相办同城长 长春农生银行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龙腾香哥里提醒您 长春多音转雷阵雨 20到28度 长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提醒您 白城小雨转中雨 20到26度 空军周飞提醒您 松原堆云转小雨 20到29度 四平卫校提醒您 四平堆云转小雨 20到29度 道一辞法尔提醒您 辽原堆云转小雨 20到30度 小胡兔仙酒提醒您 吉林堆云转小雨 20到29度 韩香会米线冷面提醒您 通话多音转小雨 19到26度 老泥轿提醒您 白山多音转小雨 17到28度 金生牌天然松人路提醒您 严吉多云 19到26度 飞碟汽车提醒您 长白山多音转小雨 14到26度 广发银行提醒您 长春多音转雷阵雨 20到28度 更好的时代 值得更好的你 孟志兰梦六家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美好城市 梅河新区 欢迎您 梅河新区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吉大音乐出台新举措 打击号贩子 计划设立黑名单 对于我们长期抓获的 一些号贩子 我们要建立黑名单字 与公安部门 进行信息沟通 探索农业经营新模式 国省开展黑土粮仓 科技会战 长势非常好 越重越肥了 采用技杆全量环点以后 保住了产量 保护了黑土地 化肺月租升级变套餐 机主表示不知情 我就问我姐 她也不知道啊 就是10元钱呢 怎么能变成28了 阿姨的这个情况 我们现在已经都 全部记录下来了 阿姨的问题 也会肯定给她 妥善处理的 三台电脑 游记途中不翼而飞 记者多方联络 终于物归原主 现在是问题出在哪了呢 问题是双门团导致的 这两个面单 然后显示的地址 是不一样的 对地址不一样 未签订劳动合同 被辞退 9名员工将公司诉上法庭 9名当事人呢 我们依法都予以保护 这个判决呢 是5万到8 9万之间 具体的每个人的收入 跟岗位有所区别 文诊时长一刻钟 住院不用就压金 本来没有倡导 一环呼信的 国民医疗集团 长春院区 独家冠名播出 随着手机的普及 大家呢 会通过手机号 去关联银行卡 QQ账号 那么你是否知道 你的手机号 究竟关联了多少 互联网账号 又是否存在 被别人冒用的情况呢 最近工业和信息画部呢 推出了 一正通查服务 大家呢 可以查询 自己手机号 具体关联的 互联网账号数量了 即日 工业和信息画部 正式推出 一正通查2.0服务 什么是一正通查2.0呢 就是由工业和信息画部 反诈中心 在全国移动电话卡 一正通查服务的基础上 联合互联网企业 和电信企业 推出的全国互联网账号 便民查询服务 可以查到 自己名下的手机号 关联了多少互联网账号 是否被别人 只要用户凭借 手机号码和身份证号 后六位 便可查询 本人名下 手机号码 关联的互联网账号数量 查询方式 可扫描屏幕中的 四个二维码 进行查询 那记者现在就扫描一下 工信部反诈 专班公众号的二维码 扫描之后 点击服务 上面有一正通查的文字 点击进去 可以查询 自己手机号 关联的移动电话卡 互联网账号 我首先点击一下 互联网账号的选项 输入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 后六位 再输入验证码 资料提交后 48小时内 可收到查询信息 一分钟后 记者就收到了 工信部反诈中信的短信 上面写明了 我目前手机号 关联的互联网账号 此外 大家还可以通过 支付宝小程序 进行查询 如发现 本人手机号 关联的互联网账号 与查询结果不一致 可在查询页面 点击 解绑与明细查询 如果对查询结果 存在意义 可以拨打 企业客服电话咨询 目前 该服务支持 腾讯 阿里巴巴 支付宝等 八家企业的 互联网账号查询 后续将接入 更多互联网企业 这里是首网都市记者 嘉宇海波 为您发火的报道 说到长春市民卡 APP 相信长春市民都不陌生 这款软件 不仅可以随时进行 公交卡充值和支付 还可以在线进行 生活费用的缴纳 最近长春市民卡 APP再次升级了 新增了交通拥堵查询 还有航班动态查询 等十项新的功能 长春市民卡上线 十项新增功能 此次新增功能 分为两个板块 公共交通板块包括 交通拥堵查询 实时路况查询 铁路购票 汽车购票 飞机票预定 航班动态查询 文旅生活板块包括 游长春周边游 跟团游 自由行 操作打开 交通拥堵查询功能 可以查看城市实时拥堵信息 城市拥堵情况预测 高速拥堵信息查询 实时路况查询 可以查看城市道路实时路况 铁路购票 在线查询铁路购票信息 及在线购票 飞机票预定 在线查询民航机票购票信息 及在线购票 航班动态 查询航班动态信息 文旅生活板块中 打开游长春选项 可以看到长春地区 旅游景点 旅游攻略等相关信息 跟团游和自由行 可查询旅游产品信息 及旅游攻略 首网都市 欣然王超报道 相信很多患者 对于医院附近的 好贩子都是生物同绝 为了有效治理这一行为 极大医院也出台了 多项新的举措 他们将联合警方 共同打击此类行为 今天是7月22号 我们现在来到的位置 是极大医院 针对好贩 相信很多患者 都曾经深受欺扰 近期极大医院 针对这一情况 也是联合警方 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以及办法 治理此类情况 公开我们号研释放的时间 让老百姓知道 什么时候通过网上 或者现场 都可以挂套号 明确梳理 各个出诊科时的 不同年龄段的 年龄的界限 防止这些黄牛号贩子 利用儿童 或者是新生儿 没有身份证 这样的一些信息 去钻空子 占用有效的号员 今天的采访当中 我们也了解到 下一步极大医院 也计划建立黑名单制度 那么主要是 针对这些重点人员 同时极大医院 也将和警方联合 那么接下来 进一步查处 这些号贩子的同货 据不完全统计吧 我们今年1到6月份 我们就已经扎货 号贩子78人次 对于我们长期抓获的 一些号贩子 我们要建立黑名单制 与公安部门 进行信息沟通 我们要深挖 号贩子 黑救护 背后是不是有 其他的因素 或者有其他的势力 其他的人员参与 比方说 我们是不是有 子工参与这方面 其背后是不是有 其他的势力 在保护着这些 维护医院良好的 就医医疗秩序 守望都市 长汉广为报道 吉林省肝胆病医院 已经有序开展 门诊和住院诊疗工作 为方便广大群众 有序安全便捷就诊 需要提前预约就诊 具体我们来看 今天的便民发布台 吉林省肝胆病医院 吉林省肝胆病医院 已有序开展门诊 和住院诊疗工作 就诊需提前预约 预约挂号 关注吉林省肝胆病医院 公众号 申领电子健康卡 实名制预约挂号 使用医保卡患者 需在门诊挂号窗口 挂医保号 中国建设银行 官网发布公告称 自北京时间2022年8月15号 周一7点起 暂停账户贵金属业务 黄金白银的买入 转换交易 及定投计划的设置与变更 暂停账户贵金属双项交易业务 黄金白银的空头开仓交易 已设置的账户黄金 账户白银 账户薄金定投计划 将自动中止 四屏日报社 四屏广播电视台 通过直接面试方式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15名 报名时间 7月26号上午8点30分 至11点 下午13点30分 至16点 报名地点 四平市人力资源市场一楼 长春燃气股费有限公司 于即日起 至7月24号 对部分小区进行燃气安检 安检区域 维多利亚 富院花园 半导体宿舍 出版局宿舍 高科技宿舍 吉岗花园 守望都市编辑报道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而东北则是世界三大黑土区之一 为了保护好我们脚下的这片黑土地 我省加快推广保护性工作 开展黑土粮仓 科技会战 探索农业经营新模式 焦河市地处吉林东部山区 今年这里采用 解杆覆盖条带耕作技术的农田 达到两万六千亩 保护性耕作面积 比往年提升了一倍 眼下正值玉米的抽雄期 老乡们用非常好形容玉米的掌势 掌势非常好 越重越肥了 采用解杆全量环境以后 保住了产量 保护了黑土地 依托农机科技四环基地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使用 保护性耕作技术 让离数模式落地深耕 今年吉林安排落实资金12.2亿元 按照解杆覆盖程度 分三档实施差异化补助 优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在连续三年新增千万亩的基础上 今年保护性耕作推广面积 达到3283万亩 做到了适宜区域全覆盖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面积 稳居全国第一 为了让黑土变粮仓 吉林在模式创新上 也下足了功夫 玉米结杆覆盖 免耕种植方式 水肥一体化等 黑土地保护十大模式 在46个县市区推广 黎树县双营农机 种植专业合作社 今年配套多台 六行吊玄机 六行免耕机 和六行收获机 春重秋收 完成全部作业 只需要六天 你看有今天的报名 都不错 现在已经马上 已经出点了 比去年的应该能够增产 粮田变肥田 低产田变高产田 吉林黑土粮仓科技会战 正在解决黑土层变薄 肥力变瘦 土壤变硬的问题 中科院开展黑土地 28个项目课题公关 吉林省黑土地保护 与高效利用科技创新 重大专项70多个项目课题 全部启动 目前 严检耕地治理模式 超过30万亩 2021年重度严检地水田 亩产417公斤 增产近7倍 扎实推进黑土粮仓科技会战 黑土地保护与利用 全国重点实验室 目前已经纳入了 中科院首批建设重组系列 建设三个万亩核心示范区 30个千亩级核心示范基地 用这些坚强的举措 实现我们今年的 粮食的增产和温产 清血半尾片 国药清红血 学好心脑好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罢费月租升级变套餐 机主表示不知情 我就问我姐 她也不知道啊 就是10月钱呢 怎么能变成28了 阿姨的这个情况 我们现在已经都全部记录下来了 阿姨的问题也会肯定 给她妥善处理的 三台电脑游戏途中不翼而飞 记者多方联络 终于物归原主 现在是问题出在哪了呢 问题是商品团导致的 这两个面单 然后显示的地址是不一样的 对地址不一样 未签订劳动合同被辞退 9名员工将公司诉上法庭 9名当事人呢 我们依法都予以保护 这个判决呢 是5万到8、9万之间 具体的每个人的收入 跟岗位有所欺负 门诊时常一刻钟 住院不用交押金 本来没有倡导医患户信的 国文医疗集团长春院区 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最近长春的刘女士 给我们节目组打来电话 说她姐姐的手机号 原本呢 是每个月10块钱的月租 可是最近她发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手机花费被改成了 28元的套餐 刘女士表示 她的姐姐年龄比较大 并且长期卧床 用的还是老人机 根本就不会去 联通公司办理业务 那么这更改的套餐 是谁干的呢 刘女士自己也曾经多次 联系中国联通的客服 可是却迟迟没有得到 满意的答复 我姐有个手机 这个月7月份 我给她打电话 一看欠费了 欠费了以后 然后我给她存进去50块钱 然后还是打不通 还欠费 那不对啊 然后我姐就是一个月的电话费 就是月租费就10元钱 然后我就查那个10010 她说还欠费 她说每个月的月租是28元钱 我就问我姐 她也不知道啊 就是10元钱呢 怎么能变成28了 刘女士表示 因为她的姐姐年龄比较大 长期卧床 用的还不是智能机 姐姐也表示 自己没有接到过 任何更改套餐的电话 而现在联通公司的客服告诉自己 已经从原来每月的10元月租 变成了每月28元的带通话时长的套餐了 刘女士觉得是联通公司私自更改了花费套餐 联通公司呢就答应说给我们退169 169我们就不认同 我们就是每个月就是18块钱 多收18块钱 那是22个月就是396元 我们要求我们这个多收我们这个钱呢 要求退回来 联通公司就说只能退169块钱 随后记者来到了中国联通人民广场营业厅 工作人员在了解刘女士的情况后 也进行了记录 了解情况后的工作人员表示 会尽快核实信息 然后答复张女士 阿姨的这个情况 我们现在已经都全部记录下来了 阿姨的问题也会肯定给她妥善处理的 正常我们是三个工作日之内 因为阿姨年龄比较大 所以说我们肯定也会尽快给阿姨处理的 不会让阿姨等得太久 联通公司回复的就是说尽快解决 把这事能处理得很满意 我就等着她回复吧 看看她能给我怎么处理 这个退多少钱的问题了 首网都市报道 其实刘女士姐姐的遭遇并不是个例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 就曾经多次报道过类似的事件 共同之处就是用户基本都是老年人 而且一般都是使用老年机 因此除了接打电话 基本就没有其他的使用需求 刚刚在新闻当中 联通的工作人员回复态度很积极 表示我会尽快帮你解决问题 但是对于问题产生的原因 却始终没有给出正面的答复 所以我们要问 为什么用户的收费会被更改 更改套餐难道不需要用户本人授权吗 当用户发现手机套餐被更改之后 是否只能通过一次一次的上门问询 一番一番的讨价还价 甚至还得求助于第三方的调解 才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 而这样高昂的维权成本 又是否应该由已经被损害了利益的用户自己来承担 关于这件事 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 我们也将继续关注事件的进展 接着往下看 长春的郭先生是做电脑批发行业的 六月末他通过京东快递往四平市邮寄了三台电脑 价值一万九千多元 本该一两天就能够到达 但是直到七月中旬快一个月了 这邮件也一直没有送到 通过查询物流信息 包裹始终显示 在发网四平的途中 郭先生联系了物流公司 对方表示邮件找不着了 可以赔偿 但是只给一千块钱 我是做电脑批发行业的 由于我的工作需要 然后我肯定是要经常全国各地来邮寄电脑 6月23号的那天 我四平那边的有客户 然后要了三台电脑 然后我这边就联系了京东快递员 他来把三台电脑取走 三台电脑是价值一万九千多元的 没保价当时 因为一年可能发成百上千的快递 一直发的都是京东 郭先生说 他一直选择的都是京东快递 觉得比较放心 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 可是这次本应该很快到达四平的快递 对方却一直没有收到 查询物流信息 始终显示在发网四平的途中 随即郭先生联系到了京东客服 然后始终就是告诉我妹弟 我就是一直找 然后又让我给他七天时间 然后七天也过了 他这边货还没有找 然后我说那你就理赔呗 然后这边这个客服 就是理赔人吧 他们属于是 给我回电 告诉我只能赔运费的九倍吧 反正一百多块钱 但这个我肯定不能统议 因为我发的货 就是几万块钱的东西 赔几百块钱 郭先生说 后来他又联系到了 中国邮政管理局 通过协调 京东方面表示 能赔偿一千元钱 郭先生无法接受 为了了解情况 记者来到了京东快递 长春胡锡营业部 这是到那条 咱们这个快递邮寄 每一步都有监控是吧 对啊 每一步都有监控 防守公司去 去直接到那边控 我们走的那个包裹了 他们在核实 就是四平那边在核实 对对对 因为我们没有越权 去人的核实 没有那个权利 为了了解事情进展 记者联系到了 四平京东快递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表示 初步怀疑是 派送错了地址 签收的并不是 真正的收获人 咱们这边给一个 最快的期限吧 就是什么时候 能查出来这个事 采访后的第二天 京东快递方面 联系到记者 表示非常抱歉 因为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 导致客户的货物送错地址 经过各环节的严格审查 目前客户的电脑已经找到 并表示会有专项客服人员 与客户沟通后续事宜 守王都市刘畅公雷报道 提到消防和公安 我们都不陌生 那么警消联勤 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今天上午在长春市的南陵体育场 就举行了一场 消防工作警务化 即警消联勤的启动仪式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市的南陵体育场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南关区消防工作警务化 即警消联勤启动仪式 警消联勤的目的 就是让公安和消防两制力量深度融合 紧密联合 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时候 能够有梯次的对事件进行及时处置 让机舱的公安派出所民警 能够掌握消防监督检查的业务和知识 让他们会检查 能检查 能织访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共有40辆警务巡逻车正在集结 同时我们也了解到 从今天起 这40辆警务巡逻车将军备随车配备 车辆灭火救援箱和消防宣传箱 我们此次配备的这两类功率箱 消防救援工具箱 配备了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 安全绳 腰斧 手套 灭火毯 灭火器等器材 可以铺救小型的出席火灾 也可以为我们民警在执行过程中 提供安全防护 消防救援宣传箱里面配备了 各类消防知识的宣传手册 同时印有二维码 广大市民只要通过扫码 就可以进一步了解消防救援知识 通过这样一个合作 今后会对辖区域的企事单位 进行一些消防检查 一些隐患的整改 这样能最大程度上 保护人民财产不受损失 未签订劳动合同被辞退 九名员工将公司诉上法庭 九名当事人 我们依法都予以保护 这个判决是五万到八九万之间 具体的每个人的收入跟岗位 有所欲 门诊时长一刻中 祝愿不用交押金 本来没有倡导医欢呼信的 国文医疗集团长春院区 独家冠名播出 在我们以往的新闻报道当中 劳动纠纷可以说虽不常见 但并不偶发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起案件 也是一起涉及到 劳动争议纠纷的案件 这起案件的九名原告 原是某醋业公司的员工 工作多年 但是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去年他们被公司突然就解雇了 而后九个人将原公司诉上了法庭 最终法院判处 双方的劳动关系真实存在 九名劳动者均依法得到了 从五万到八万九万不等的赔偿款 我们是一二年 在天津市独流老处录的纸 录的纸以后是2021年 就是单位让我们无故的 就去上三方上班下 如果不去的话 就回天津去上班 就跟我们解聘了 严女士说九年来 双方一直没有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 公司也未给他们缴纳过任何保险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事后严女士和一同离职的八名同事 将这家公司告上了法庭 由于职工都在本市 他们到外地去入职 明显是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 也不符合劳动者的实际 再一个呢 醋业公司 它也没有权利要求现在职工 去到转卖后的一个企业去入职 这样的话 会影响这些职工一部分权利 法院审理认为 九名员工拒绝醋业公司的两种工作安置方案后 失去了工作 细醋业公司单方面解约 严重损害了九名劳动者的权益 法官们依据案件事实 做出了确认九名原告 与醋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醋业公司应当给付九人 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及未休年假工资的公正判决 九名当事人呢 我们依法都予以保护 这个判决呢 是五万到八九万之间 具体的每个人的收入跟岗位有所区别 世王都市同飞海军报道 对于农民工来说呢 在工地上工作呢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因此呢 工商的赔偿就成为了 让人较为关注的一方面 那今天的律师说法 就让我们关注工商赔偿 送案件还原真理 帮民众解乎无忧 今天的律师说法 我们一起来聊聊工商赔偿 那陈先生的朋友 在建筑工地打零工 但是没有签署劳动合同 在干活的时候呢 朋友突然晕倒了 送到医院诊断为脑促中 经抢救无效死亡 那劳动者没有签署劳动合同 是否可以得到赔偿呢 像这种不是因为工作发生意外 而是在港时 自己突发疾病的情况 可以算作工商吗 这位先生的朋友呢 是可以得到工商赔偿的 首先虽然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之间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但用人单位 自实际用工之日起 就以劳动者建立了 实际的劳动关系 当事人可以就受到的伤害 去申请工商认定 工商认定部门 在受到工商申请之后 应当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是否属于工商一并处理 如果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情节比较复杂的 也可以另行仲裁 存在劳动关系之后 再来进行工商认定 但没有签订合同 并不影响我们申请工商 其次呢 虽然本案当中 它是在岗位上突发疾病 并不是受到意外伤害 但我国工商保险条例当中 规定了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 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是可以认定为工商的 所以本案当中啊 这位先生的朋友是工作时间 因工原因突发疾病 并且短期内已经发生死亡 符合申请工商认定条件 可以依法申请工商 那么申请工商理赔 需要哪些流程和步骤呢 首先员工一旦发生工商 应当先向单位报备 由单位向当地的劳动保障部门 申请工商认定 但如果用人单位啊 在一个月内没有履行 相应的申请义务 那在一个月之后 员工获其尽金属 可以直接向当地的工商认定部门 提出申请 他需要准备工商认定申请书 和存在劳动关系 发生工商的相应证据即可 下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刘先生年前在单位工作时呢 登高不慎跌落 导致腿部骨折 治疗了数月被认定为久急伤残 但是每次向单位索要赔偿时呢 对方总是说内部要走程序 还要进行审核 一直拖延支付刘先生的医疗费用 和相关赔偿金 那刘先生现在该怎么办呢 发生这种情况呢 用人单位应当尽快地 为员工申请工商认定 一旦申请工商认定确定之后 由工商保险基金 对用人单位进行赔偿 员工就可以按照程序 获得相应的赔偿 但在现实当中呢 可能有些用人单位 没有缴纳工商保险 或者呢 由于种种原因 不为员工去申请 那这时我们员工也可以 以个人的名义 去申请工商认定 在拿到政府的工商认定 确认书之后呢 我们可以与单位进行协商 协商不成 是可以去当地的劳动仲裁 申请仲裁 由仲裁或者法院 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认为张宇我觉得他说得更重诚 他说改造老区小区 不光要做好店 而且要改造的云装 因为不少小区 一住就好几十年 下入井土色 地窝反水 管道 秀石 电线 老化 照明确实 老毛病一堆 所以希望在改善居住环境 同时能把这些潜在问题 都排查解决 真正的提高生活性的感 嗯 好了 稍后的经典剧场呢 将继续播出故事有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